大家好 今晚由我周振元陪你看天氣 今天下午看上天氣 看到一大片藍天 是沒有什麼雲 天色相當好 下午看到多處地區的最高氣溫 都是可以上升到33至34度之間 天氣是酷熱的 事實上不僅是香港 受到高空反氣旋的影響 整個中國東南部的天色都普遍是晴朗的 只不過我們的雷達也探測到 在香港的附近 局部地區是有一些趨雨的發展 預計這些趨雨明天都會影響到香港 來到今晚和明天詳細的預測 今晚是天色良好 明天會大致多雲 間中會有趨雨 局部地區會有雷暴 氣溫就是介乎27至31度之間 風方面就是和緩至清淨的東至東北風 接著再看看電腦的預測 在未來的一兩天受到高空擾動影響 南海北部是會有些趨雨 而去到週末期間 至下週初的時間 受到高空反氣旋的影響 華南地區的天色會較為明朗 接著再看看八天的預測 我們展望中秋節短暫時間有陽光 亦都有幾陣的趨雨 在週末和下週初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但仍然會有一兩陣的趨雨 今晚和你看到這裡 下次再見 再見